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羊 我們現在來打複製宴品 黑傑若的關卡 那我們先從LV3開始打 我本來是想說從4開始錄啦 可是後來發現3好像也有一點難度 所以我們就先從3開始吧 第一關他會把你技能重置 然後會有燃燒軌跡 這邊稍微洗一下技能 稍微就好 因為等下第二關應該也可以洗 這個燃燒軌跡就是盡量轉大圈一點啦 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就是轉大圈就對了 這邊第一關帶走 然後第二關是紅綠燈要手消全火 這邊我們要洗技能 我們要 不要手消全火 或者不要轉紅綠燈都可以洗 這隻攻擊是3萬7 雖然看你有骷髏頭 可是他這邊可以擋 然後再一回合 這邊跳 把AT地場恢復 然後我們繼續洗 等他CDE 然後再迴避 這回合可以準備帶走 因為變身那些都已經跳起來了 我想一下這邊 要手消全部的火 累積一下同步率 沒帶走也沒關係 沒帶走就是多洗一回合這樣子 迴避 迴避要成功給他迴避 不然他CD等下又跳不起來 好來 這邊繼續 轉直行吃個昇華 因為我發現攻擊好像有點不夠力對不對 OK 這邊帶走 好 再來25%盾這邊 這個我們先去給他炸一下 接著手轉 場上居然沒有水 可惡 還我不能累積同步率 這一關前面如果你可以累積同步率的話就趕快累積一下 因為王冠會還蠻仰賴這個同步率的 好 來 再來 換右邊的好了 這邊滿都還是100啦 所以我們等下應該要趕快變身下去才對 好 變一隻 變一隻 好 來 再來下一關 第四關是黑捷弱本身齁 那這邊的話 ㄟ 我們先去把那個版面 ㄟ 也不用ㄟ 其實就把他隔開就好了 這樣子 OK 不會天降吧 沒有天降 OK 好 這邊就直接帶走 再來這邊是會100%減傷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開真理來迴避了 OK 好 然後我們這邊吹個真傷下去 好 然後13康 然後 好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ㄟ 這個補一下 這補一下 因為他現在是95%減傷 如果一個傷害沒吹好我們就噴掉了 好 這樣 OK 再來第五關 第五關要首消6 然後不能消到那個 我們把明日香開下去 然後轉這個 好 其實有點難過 因為明日香變身下去 等一下他就要躺在那邊了 好 這樣直行轉滿6個 他就有那個 因為他也是固定版面啦 所以你就去把6康轉到就好了 好 這邊帶走 好 再來是8康的部分 好 這邊其實你可以賭一下 你可以賭13號機 這個戳下去 看他那個 記憶會不會跟著跳起來 沒有沒有跳 那就開翅膀 這邊這樣子要變身 等等 讓我想想 好 我知道了 我們先 不能 這不能自己轉一回合 這自己轉一回合應該會爆炸 我本來想說變身王冠再開的 好 來 這邊變身直接給他吹下去 不管了 好 然後開翅膀 好 這樣子就有那個 大魚等於8康 OK 這邊帶走 好 接著就來到王關了 來 王關這邊 本來要給你風化啦 但是因為現在場上都是神竹竹 所以他沒有辦法風化 好 那我剛為什麼說 王關前盡量讓他爆走 因為如果每回合都可以幫你炸板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風化的問題 這麼麻煩了 來 我想一下喔 這邊 來 我們這邊 第一次炸板就先給他開下去 好 然後 趕快去累積同步率 左邊來得及 右邊應該是 來不及了 所以就先放著把右邊的 左邊的已經400了 不管技衣還是技二都可以幫你處理動化 所以就是趕快讓他爆走就對了 現在這個狀況 我想想 這很尷尬其實 稍微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 然後順便做一個小炸板 水珠只有兩顆所以根本也沒辦法處理 那個風化 現在是好在阿湘還會幫你每回合回復AT立場 快暴走 暴走 居然沒有暴走 沒有暴走 對不起 沒有暴走這邊要開那個龍客來延遲他了 我們先想一個比較 保守的路線 好啦 先這樣先這樣 然後我們去延遲他 那個龍客是帶那個刀子 因為我自己習慣是帶刀啦 我好像也沒有帶過大砲 除非特殊場合 去 好 這樣延遲做了 依舊沒有暴走 奇怪這個暴走率這麼低嗎 好啦 那算了 如果沒有暴走的話這邊也是直接通關了 那這樣子 也說得過去啦 至少不需要仰賴運氣的成分這樣子 好 這邊就帶走 可是我的阿湘削起來了 我好難過喔 再來這邊 現在才暴走 好啦 這邊23盾 23盾就看你要自己怎麼去處理他了 然後 13康 好 想一下喔 50 10 50 15 然後19 應該有吧 67 我多或少嗎 沒關係 至少還有那個延遲的機會 多一顆了 這邊打暈他 然後我猜這回合又會暴走 也沒有 好 我們這一回合要給他算對了 不要再算錯了 5 10 15 19 我水沒有拉過去 可惡 真的很麻煩 到底誰想出這種數據盾的 開始折磨玩家的 到底是誰 好 想一下 5 10 15 為什麼都會這樣子少一顆少兩顆的 好煩 爆走啦 哪自如暴走 好了來 奇怪為什麼我今天算這個這麼有障礙 50 15 10 對阿 就是都會差一顆兩顆 等一下喔 想一下喔 這邊 這樣子 OK 好啦 去了啦 打不死 他又暴走 來 5 10 15 15 好有有有這次版面比較好了 終於比較好了 受不了了啦 好啦 這樣子很拖很拖很磨很磨的也給他打過去了 LV3 EVA配置給大家做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